有一个人去问一位德高望重的师父 这位师父慈悲地看着他说 你内心无恶 不会感到痛苦 有痛苦就说明 你内心一定有相应的恶的存在 你经常痛苦 说明你不是纯粹的善人 而那些你认为的恶人 也未必是真正的恶人 如果他能快乐地活着 说明他不是纯粹的恶人 这个对方一听就傻眼了 明明对方是一个大恶人 我算一个好人吧 怎么师父一讲全倒过来了呢 于是就说 师父啊 我心地一直很善良 怎么会是恶人呢 师父说 你有什么痛苦吗 这个人说 像我这等有文化的人 工资低 住房小 工作劳累 前景不明朗 眼看很多人 他们不认识几个字 居然发财了 还经常地欺负别人 你怎么让我能够服气呢 我现在说的种种 你还说我心中有恶 我就更不舒服了 这个师父说 孩子啊 心中不平之气 会从言语表情外露 这就会让你生出恶的根本 在人间不是杀人放火 迎人妻女才是恶 恶的本质藏在心中 因为你有恨心 有嫉妒心 有诅咒别人 恶言恶行 甚至不懂因果 产生对别人的抱负心 都是恶 只是程度不已啊 所以有钱有利 更要当心 不要作恶 内心有不平的人 虽然行为上没有去作恶 但内心不善良 他恨别人富贵 嫌别人贫穷 当有人受苦受难 需要他去帮助救援的时候 他们也是因恨 弃善 这岂不是也是恶因啊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很痛苦的 痛苦的时候 你要想 因为它不是永远的 因为所有的苦 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所以不要把痛苦放在心中 不要把烦恼放在心中 就像一个电脑一样 天天把对别人的恨和嫉妒 还有烦恼 所有的不好的装在心中 时间长了 你的电脑会死机的 时间长了 你的心灵会出毛病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